铁路文化公园 进去看一下 一进来就是一条铁轨啊 太厉害了 这条铁轨是刚才我拍那个 在外面马路那里的那个铁轨 这个可以 中间都铺成那个石砖了 这边也都改了 这边以前应该是那种木的 好像记得 还是在这中间是木的 那铁轨中间好像这边是木的 正常的话 我们再往里面走一下 哦对了 这边就是 正常的铁路了 中间是铺的木的 然后两边是那个轨道 人生轨迹 这里 以前可能是一个站台啊 厦门园林植物园 儿童站 儿童站 这是专门搞 搞来给人看的吧 就是一个休息区 在这个位置 这边还有人 有人在照相啊 门在往里面走啊 走一走 看一看 又有一个站 又有一个站了 这下面应该是下水道 又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一个凉亭 这边是一些比较老的房子 围墙 围墙 围着 然后不远处都有这种石块 走起来挺有感觉的 这里 下面 估计是一些电 电缆之类的东西吧 或者光缆 这边就是植物园的林 这边好像不是植物园 这边应该是人家住的地方 或者是办公的地方吧 植物园的话还要再过去一点 这边都是一些老房子 以前铁路 直接就穿过这边 然后现在是停用了 估计都是就这样子吧 都是走的这个步道而已 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要去狐狸山炮台 这下面为什么全是楼空的呢 估计下面是为了排水吧 或者下面有些电缆 光缆之类的东西 往回走了 这里是什么东西啊这个 然后这是铁路锁铁路的 很硬啊 搞不动 这里还有一条管 隔不远就有一条管了 这个管是撑着它 让它不要变形是吗 具体我也不清楚 老铁路连镇法治文化长廊作品 收获时光 就是指这里吧 这里是玉清路 中年站 秋枝驿站 这个很有意思啊 厦门园林植物园到玉清路 中年站 老年路 秋枝驿站 中年路 青年站 童年站 铁路文化公园 那个铁道一直沿着这边过去啊 还很远了 都保留在这里 没有拆掉啊 直接搞上水泥 就过去了 这也是以前是个铁路道口 看到没有 这些推车都还在这里